解放军的山东舰编队只是演练了三天 就立刻掉头回南海 主要他是回南海 那么山东舰编队从西太平洋返回 只练了三天 这就是非常神奇了 很多人其实摸不透 这到底怎么了呢 咱们试试分析一下 从解放军大规模舰队出海训练以后 那么日本方面是高度紧张 日本防卫省天天更新山东舰的动态 最新的动态已经发布了 15号日本公布了解放军两支舰队的动向 报道显示说巴扎海演训的山东舰 已经朝南海方向航行了 在山东舰编队为期五天训练活动里边 日本海上作卫队派了有名号驱逐舰观测 观测到山东舰在巴扎海峡内 展开了舰载机起降作业 其中坚数舰载机起降40架次 直升机起降20架次 这个其实只有美国尼米兹级的一半 这个数据对山东舰而言算是 应该一个基础 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小事牛刀 咱们知道四月份远安活动中 山东舰几乎是保持着每天平均40架次舰载机起降 日方发布的统计显示山东舰在半个月训练中连续起降了610架次 这舰载机是航母打击的核心 这就是他的战斗力 然后15号山东舰结束 巴扎海峡演训进南海 不过目前没有确定山东舰是否就此返回港口 因为当天台防文也发消息 解放军出动了数架轰流 空警500运8 18架次解放军军机飞往台西南空运 台岛周边还有解放军的14艘舰点活动 山东舰编队这次西太阳训练时间非常短 这个时候进南海很可能是配合解放军机编队在南海方向演续 其实主要还是要敲打菲律宾 包括背后驻的美军 山东舰返回南海的同时 日本公布了解放军另一支远洋舰队 这是由6艘驱逐舰两艘会舰组成舰队 他是从11号就穿公国海峡进西太阳 然后去向不明了 直到14号日方确认这支舰队 他说14号到15号军军三艘052D 还有两艘现代级已经穿公国海峡返回东海了 而另外两艘054A 红河舰和一星舰 还有052C 郑州舰 现在还是去向不明 如果考虑到红河舰一星舰是刚服役 新批次054A 同时参加了远洋活动 那么这两艘很可能还是在西太 某海域继续进行演训 总的来看 这次解放军大编队出海 首先就是一次跨战区演练 咱们说这是 解放军的一个大型的远征舰队 这次演练 可以说是快速就两个战区快速组成一个特魂远征舰队 这个实际接近实战了 解放军这次演训是打了每日一个措手不及 山东舰编队驶出太平洋 美国海军亚太部署的唯一航母里根号就在港里趴窝呢 所以这次山东舰在西太平洋巴尔海峡演训一场短 如果结合近期解放军军机在台西南空军活动 山东舰很有可能是正在配合解放军编队南海进行联合演习 演习没结束 而是转向南海 那有人问了 这个这是什么套路呢 是吧 中国在 为什么在这个几天之后就立刻转向南海 咱们之前讲了在巡间 美国航母 那么现在突然转向南海 那解放军打的是什么牌啊 其实咱们这个结合现在中央军委 现在有个李尚福 李尚福现在是这个有问题是吧 被查 他的这个身份是什么呢 他的身份是中央军委 原来是中央军委后勤的 被美国制裁 那他是后勤的 为什么我说这个身份是 是整个事件的所有的核心点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说他们实际什么 在情报部分在中国啊 实际掌握了一些内容 那这个情报其实和现在解放军包括中国和美国 现在正在咱们说决力博弈 关键就是情报战了 就美国为什么每一次都能判断出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啊 整个行动 美国人为什么不害怕 实际上他哪怕是真的害怕 他应该派航母 立刻赶到 没有啊 他就不敢啊 他就不派自己航母过来 其实也可能说是害怕 也有可能解释就是他知道解放军的底细 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咱们内部是有人判变了吗 咱不能说是李尚福判变 咱也不能说 但是肯定是后勤部门有问题 我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啊 就是咱们后勤部门其实非常重要 就是敌人的情报一般是从哪来呢 他也不是看你的前这些部队去从他们上搞情报 为什么兵马被动粮草先行 你要打一场仗 你首先就得需要什么弹药啊 所以你要真的想打的话 你的弹药量必须得广告啊 所以只要判断 就是这个美国的CIA 只要判断你的后勤 你的动向就可以了 咱们抗日战争 不是抗日战争 咱们这个抗日战争啊 都不用提了 那时候这个护金不紧啊 就是单兵啊 咱们说朝鲜战争吧 成体系的 那时候一天 咱们这一天啊 弹药量啊 应该是在18吨吧 是吧 一天一个军啊 咱们一个军的这个对于反击战是100 100到200吨啊 而这个美军在这个海湾战争期间啊 就一天啊 是5000吨弹药 你可以想想这藏得住吗 藏不住啊 所以咱们要明白这个背后的逻辑就是什么呢 就是只要是对方的情报机构侦测到了你的这个演习啊 超出了演习范围内的这个弹药啊 或者是所有的装备超出演习范围内可能就预示了这样打了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看啊 咱们现在解放军啊 这次演练 我为什么说结合这次演练 蒋军必须要每一次军事行动都不要逼真啊 有人说这为什么呢 其实你要举个例子就是俄乌战争啊 但像俄罗斯在21年就已经将重兵压到乌克兰边境了 而且在21年年底的时候和白俄罗斯搞了一次军演 还记得吧 实际就是借这个军演将真正的部队送进白俄罗斯 送进白俄罗斯之后 那么弹药也进去 据说应该是美情报机构通过他们内部的线人啊 内部的情报获得了俄罗斯超过演习规模的这个弹药进入白俄罗斯 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获得啊 一台一台鼠也不能啊 可能就是内部情报啊 比如说这一个军去了 那结果你送了十个军的弹药啊 那这个这个数字对不上了啊 怎么回事呢 那就明白了要真打了 就这个道理 那肯定是俄罗斯内部有人把情报卖了啊 那谁卖呢 就是后勤 所以后勤部门其实 其实你要明白真要打仗 其实情报们现在啊 最最最最 最最愿意接触的就是中国后勤部门啊 你你没看他们 别看他们在不在一线啊 但是非常重要 就是情报啊 最重要的一个地啊 一个地带 所以他如果是俄军能把这个情报给给截住 不让他出去 那么很很可能这次俄乌战争 从白洛斯方向突袭击辅可就成了啊 乌克兰可能没反应 美国当时就立刻得到情报 赶快向世界媒体放置 立刻告诉乌克兰啊 赶快跑 乌克兰的这帮富人第一个跑了 所以咱们看啊 这个后勤部门非常重要 而李尚福其实就是原来的 这个后勤部门的主管 所以咱们后勤部门现在看呢 人事变动可能就意味着 内部应该是有渗透了 那么内部有渗透 那就首先咱们要什么 要让对方摸清头脑 刚才我讲了 中美之间在博弈 那这个博弈当中最关键的就是 咱们到底什么时候真的要动手 或者是咱们动每一次 比如说啊 每一次围台军演的时候 你的武器弹药是不是得跟上啊 咱们现在已经让台军非常疲惫了 他都懒得去理解放军了 他已经累的不行了 日军美军他不可能天天 那真的有一天咱们就上了啊 他这就实际现在卫星天天跟踪啊 跟踪就跟那俄乌战争眼 你不可能搞突然袭袭了 那怎么搞突然袭袭 就是每天都来 每天都来 突然有一天让你啊 就是从假的突然变成真的 这是不是突然了 所以咱们现在解放军只能玩这个啊 不能搞什么隐藏了 而我只能每天都去 每天都去 真的有一天我带着真刀去了啊 就玩这个 所以咱明白了解放军 为什么现在在这个啊 台湾一东这海域 呆了五天就立刻折返回南海 延续 实际就是在什么 在玩真的啊 都可以随时就变成真的 那这个后勤补给是每天都得跟上 那这种补给量 美国人就没法捉摸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他现在可能是什么 在增加人力情报 那么如果中国的后勤部门 咱们叫战略支援部队 那战略支援部队后面的这个信息 如果现在主官换了 或者一系列的人员都换了 会不会出现什么呢 会不会出现美国情报部门就没法判断解放军真实情况 比如下一次咱们行动 对吧 这个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美国人因为没有人力情报 确认这是中国到底是这个后勤补给能跟上啊 多少 那会不会就判断出来这是真的 那么美军航母就必须要跟上呢 咱们通过美国最近几次航母 压根就对中国这次这几次行动啊 冷淡 不是怕了是可能他获得了解放军内部的后勤啊 一些信息通过这个信息判断那应该就是演习啊 也没有超过标准啊 就是刚才我讲的啊 应该是100吨弹药 对吧 几个军的100吨弹药演习 仅仅送上啊 200吨啊 或者500吨啊 那就是超标了 超标那就是真打了啊 那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咱们这么判断 咱们的后勤啊 应该是有情报泄露 所以需要整肃啊 包括火箭军啊 等等这些部门 对吧 这都是什么 手票打 那他的这个信息是美国情报门最想获得的 所以通过这几次美军航母没有跟上台海方向啊 没有抵近 也说明什么 说明美国人现在可能已经获得咱们是假 假的进攻 就是演习 真演习假进攻 这种判断 那他提前护断就证明咱们内部啊 有问题嘛 啊 就是咱们分析就是美军的这几次 从啊 咱们四月份去美国 然后呢 这个啊 赖星德去美国 吗 这个美军的反应咱们看上了 啊 就是他一直认为这是假的 美国人判断是假的 那结果还真是 那证明他的判断对呢 连续两次就说明咱们肯定内部有漏洞 那咱们怎么办呢 就还是那句话 咱们就得往真了眼了 就每一次都去围着 每一次就都是啊 整个的武统的全部的啊 这个量 按照这个足量来去啊 来去做 每一次每一次 那么啊 真正下命令 那就当时就立刻突袭突袭啊 这种情况是你卫星再多也不可能啊 看也不可能判断 就是这种这个突然性现在是台湾最害怕 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 现在最害怕的一个是美国啊 一个是台湾啊 他们已经不能判断出来 解放军到底这次演习是真是假